近日一位25岁的瓜逆子女孩火了 爬上高脚架拿着劈刀铲刀凹凸不平的逆子 在她的手下变成了一幅幅浮雕山水画 这位95后的女孩名叫佳佳 职业是一名壁画师 大二的时候她第一次接触壁画 从此便爱上了这行 如今从业四年的她技术炉火纯青 创作出不少精美的作品 年入百万 去年她还得到了央视的关注 邀请她为四川民主地震后的乡村 创作大型壁画 大家都说我是瓜逆子里面最会画画的 其实我是一名壁画师 从业四年多了 常常都是一个人带着一大包的画笔 提着一个大型的乡 全国各地到处出差 最远的是去过内蒙古的罗尔多斯 然后我一年大概能画60多幅作品 一个月最多休息三天满 我的衣服头发上经常染到那些颜料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出去逛街的时候还能赚点回头绿 自从做了这一行呀 刮墙抬脚手架 爬九米高的架子 睡工地我都没问题 因为我的胆子挺大的也不恐高 我觉得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已经很幸运了 累一点没关系 其实我的爸妈当初很反对我做这一个 他们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当个白领坐在办公室呢 我这样整天在工地上 把自己弄得脏兮兮了 还全国跑很不安全 但是我跟他们说 我是刮墙子 力气大得很 一般打不过我 现在浮调壁画在国内还属于比较小众的行业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他感兴趣 目前跟我约画的订单也已经排到了半年之后 有的客户已经搬进新房住了 还在等我的档期 以后呢 我想多做一些原创的作品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的人看到浮调壁画的美